很高興今天能帶總統跟許多同績會的好朋友見面 也恭喜今年得獎的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我們的同績會的夥伴不僅是事業成功 也積極參與國內外的各項公益活動 提升臺灣的國際能見度 同績會也長期關注臺灣農業的發展 舉辦表揚活動 來鼓勵農業領域的專業人士 今年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的選拔 已經邁入第47屆 過去的每一次 我在總統府跟得獎人見面的時候 對於他們的事蹟都感到非常敬佩 今年的十位得獎人 也是各有所長 都有傑出的成就 我要再恭喜所有的得獎人 感謝大家對臺灣農業的付出 農業是國家的根本 這幾年來 我們推動各項政策 讓農民不再看天吃飯 退休生活也有保障 執災也能受到照顧 我們完備了農民三保一金的福利體系 也持續提高島農福利津貼 另外 我們投入超過126億元 建立冷鏈物流體系 健全農產品的殘銷體系 讓農民的收入可以更好 未來 面對氣候變遷以及 進營轉型的挑戰 政府也會落實基礎建設 協助產業的設備升級 繼續運用科技及新創 來提升臺灣的競爭力 也打造我們農業的韌性 我要感謝我們同學會 長期舉辦如此有意義的表揚活動 我也期待各位得獎人 未來跟政府一起來努力 持續地精進我們的農業技術 讓臺灣的農產品行銷到全世界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